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什么滋味 你不早就掀我一步了 虽说这里面空荡荡的 一具尸骨都没有 阴宅却总还要走 毕竟我可是婉拒了天界送来的仙丹 若是不正正经经死上那么一回 怎么也说不过去 什么仙丹 太阳枝草炼制的灵药 服下便可去老还偷 化为仙神 这样的好事 你不愿意 那仙丹是真的 福西也是一番好意 但这天赐年月 我却不想受之 我希望我的一生都是人族 为人而来 为人而去 前辈 走吧 宫已经不在地宫里了 再上吧 宫里的灵荅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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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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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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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陵的法阵便快了 我们要去西陵城外看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不觉得在百神祭所时 思维的反应很奇怪吗 他已经打算离开 发现你有污之血后忽然折返 不顾一切地想要杀你 这是不是意味着 你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威胁 西陵城外死了两百余人 我在石堆里发现了一点残魂 他告诉我 他们是在举家迁徙时误入此地 那些人身上的血肉都消失了 通湖水岸边的尸体一样 家族迁徙 这样的一般都是走官道 怎么可能会跑来这里 难道是天然的迷阵 西陵城外的怨气极重 当年的乌之堂 只要杀死任何一名轩元秋的人 都会将他们带到此地 以恕法错过言辉 眼前的这片土地 不知葬送了多少幽魂 成为怨咒之地 这也是我用法阵 把西陵隐藏起来的缘由之一 实在太恶毒了 那现在西陵城重建天日 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被吸引过来 乌赵本就想重开西陵和魔狱的通道 即使人魔相争 世间惨乱 他并不需要靠着弥阵来杀人 不过有人误入 倒是让他填补了一点力量 乌之国的苏生之术 似乎是以人的血肉为实 自从我通过梦境来到人界 官府就已经四处张替告示 让民众出门在外时务必小心 可这种事根本防不胜防 不能直接冲进城里吗 另外 你在西陵 乌赵暂时不会杀我 他也还在犹豫 因为我可以镇中魔器 他想打开通道 但并不想让魔器侵蚀西陵 所以他要改动法阵 使得西陵仅仅成为一条过道 而不至于被魔回去 最多再有十天 他就会完成这个法阵 十天 那前辈你 我们若是强行冲阵 极有可能使西陵崩塌 这是我最不愿看到的情形 西陵之下 便是龙渊 龙渊 人魂驻剑的那只 我也是派人过来 清除半魂连时才知道 西陵的祖先 曾在荒野中拾到一柄残兵 于是选择就地建造城池 并且历代都很看重冶炼之术 真不知是运还是命 龙渊西年遭到神风 我也未敢轻弃 虽然不清楚里面有些什么 但想必不会是好东西 吴赵知道这些 他死前应当布置 如今 说不准了 应传恐怕不行 但五日后世月术 天使归原 我们有一个机会 可以进入城中 那在这五日里 我们可以想办法寻找一下吴之国 吴祖 我曾经坠入有着吴之国的梦中 那里远在海外 人去楼空 如果数千年来他仍然被尘封 那我们还是有可能 在现实中找到他 我想知道 关于苏生之术的真相 我可以告诉你一些信息 你看看能不能算到 吴之国大致的方位 然后我再用辟邪的空间之力 搜寻过去 倒也是个办法 可若要算这天地益处 我需要很不一般的算仇 百神祭所那个 暂时是不能动了 算仇 前辈 去新宫陈医社看看吧 他们是大派 也认识很多修道的人 说不定会有办法呢 听名字 是观星的门派 也不止 反正算卦他们懂得不少 那便一事 不晓得杨平 还有没有尚未离开的 新宫陈医社门人 也许可以找他们问问看 是尸体 现前没注意到 身上有磨盘 还有几张符 死在这里 会不会是之前失踪的风水先生 也是污罩干的 可这个人并不是干尸 他能控制自己的时候 就不会去吃 什么 我是说 如果不是因为要这样 不死不活地撑着 他根本不会想吃 和怜悯这些物贵 恐怕只有阴谋 曾经高高在上的鬼师 而今却要这样才能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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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来十个 这下怎么算是黄契的 那些伙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家里的彩刀怎么优秀啊 十六胭脂 若有消息定会告知 是守护百神祭所小祭坛的皇家 那些祭坛经年累月受风霜所轻 破损除自然不少 他们正在想方设法做些修缮 修补昆蕊玉祭坛 你们若是来找师兄 他在两日前已经回了庐山 其实这次是想向星宫陈衣社这些东西 譬如不一般的算仇 算仇 事关对付武招 此等大事 我必定不能全权处理 几位可持我心意 先往庐山日照封 自会有人接待 那便多谢了 我等着十六胭脂好几天了 给我两盒上好的 给我两盒上好的 我以禀明掌门 他也同意由我陪同你们前往天甲经阁 阁内的周天烈心斗仪或许可用 天甲经阁事 乃是本门密地 因事关重大才魄力放心 多谢 谢氏不必 覆巢之下安有顽乱 人势临危 谁又能置身事外 西陵的情形 我们也会尽快在修行者之间传信 看看能不能有什么格局之法 接下来就是等船了 船 你们没有听过那个船说吗 庐山各个封地 曾是大禹至水时舶船的渡口 沧海桑田后 才变成了如今的模样 今天 我们也要云海泛舟一回了 人族也有能在天上飞的船了 神妙 好 好像来了 是新药来接啊 走 过去吧 给你们介绍一下 灵星药 我俩是兄弟 叫哥哥 别那么严肃嘛 都两个月没见了 请客人上船 小英子 我怎么觉得长柳给人的感觉 和上回不太一样了 哦 哦 这是秘密 我得正对他的同意才能告诉你 哦 懂了懂了 你们的秘密都挺多的 灵星药 你竟然还有哥哥呀 对啊 当初为了我和新药 谁是下任掌门 谁进天甲金阁 门内还讨论了许久 后来我们就猜拳决定了 这种事可以这样随意的吗 也不是随意吧 我和新药的能力资质 本来就相差无几 谁留谁进其实都无所谓 说到底 还是我们两个的选择 早先贪多悟得 两别都放不下 后来想想 既然是兄弟 哪用得着这么为难 自己过不到的一生 就让另一个去过 不也挺好吧 嗯 这样一说是不错 而且 新药大概真的比我更适合天甲金阁 我这人 想法总是沉不下来 你看 如今在山下一说什么天甲金 别人都以为你是江湖骗子 我投一会下山的时候 可算就知道了 但是 回来以后仔细琢磨 我们所学的典籍就一定是真的吗 关心补卦 也没有把握说 这事件到底是什么样子吧 万一古往今来许多人都赞同的说法 却是没有见呢 除非有一天 我们真的能够精通天地 神父宇宙 灵青剑 你再胡言乱语 我可要禀报掌门了 不说 不说了 小银子 葛先生他们是想找到灵石的替代物吧 不如 你们来跟星空陈医社一起研究 像是这种以灵力取使的非洲 要是能够不依靠灵石 也不用特别精密的机关指数 那就算是一般的人也可以驾驭了 能一块研究当然再好不过了 我会和他们说一声的 不过我自己就不参与了 虽然有兴趣 但我在这方面的确没什么天分 那你平时在学会里都弄些什么呀 嗯 看了很多杂书 也跟着老师学习历史和地理 我 一直在想自己到底要走什么样的路 燕灵的事给了我很大的触动 真实的世界非常残酷 但也让我见到没有什么灵力的寻常人 可以做到原本意想不到的事 我希望 我希望花一辈子的时间去看这个世界 就像葛先生的老师那样 不断地发现新的东西 想一想 灵石的替代物 要是在这片陆地上一时找不到 那别的陆地上会不会有呢 等我到了十八岁 我就要跟老师他们一起出海 成那种可以容纳千人的大海船 厉害了 小银子 你这是要比我们走得多远 当然 得把眼前的这一关过掉 没那么容易 至少 大家都能平平安安地过日子 现在的后辈真是不得了 比我们那会儿知道得多 也聪明得多 这怎么比啊 这么多带船寄下来 如果还越活越傻 那算个什么事 有时间的话 朕想去更多的地方看看 尽用周天烈心斗仪的人 方可入阁 其余人请在这里等候 有劳了 请随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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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天大的难事 总不能叫人坐以待毙 何况有些事 未必不是他心中所求 心中所求 既然那个长流也是他 当然会按他的心意行事 去过他永远过不到的人生 做他曾经做不到的事 和雷祖一起住在他们都很喜欢的池水 没有其他俗物 他自己也作为战士 保护着所有人 不用远离战场 莫非前辈以前很少上战场 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吗 他是族长 但也是战士 宣元秋可没有不能战死的战士 只不过要是真有那么一天 我们都希望他是最后一个 翔翔也知道 定行力 聚舟车 坐书旗 他可以做到多少我们想不到的事 让这种人手持兵刃去砍杀 未免太大才小用了 好比打天下和治天下是两回事 有他在 山河可定 所以当初乌赵要杀他 人族化了数百年稳定下来的局面 便又会大乱 后世把帝王离去 称为山陵崩 大概就是如此 我明白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 可前辈的心里 还是不好受吧 他当然不能真正地释怀 尤其是 我们一个接一个地离开 其实在他刚继任 组长之位的时候 也做过很冲动的事 当时 雷祖在外遇袭 我也不再承重 他得知消息后 就带了兵将千里持援 深入险地 结果雷祖勃然大怒 我们都没见他发过那么大的脾气 所以 魔族入侵时 前辈那样的交际痛苦 却也没有离开有凶 说到底 别人是兵 他是将 战时 自然要砍全局 是不是背负了越重的担子 就要做越多的取舍 要是前辈和雷祖一敌而出 雷祖会怎么做呢 雷祖的选择 已经不用多说了吗 战时要保护妇孺 这是他一开始教靳云学剑时 就说过的话 他是靳云的师父吗 算是剑术上的启蒙老师吧 你们 都是很了不起的人 如果你真的这样觉得 那么对姬轩园这些年来所做的事 只要心存敬意就可以了 我懂了 我懂了 前辈是真正的强者 我不需要用我的想法去揣夺 前辈 你出来了 有些头绪了 待会儿在船上细说 要离开天甲晴阁吗 那就上船吧 谢谢 他喜欢你的倍速较 和声音下 啥 他喜欢 乞丹 不知道 没有 写好 写好 联系 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